深夜五名男孩正在躲避坏人的追杀 此时最年幼的弟弟一脚踏空掉到了桥下 远处杀手吹着口哨不断向几人逼近 孩子们立马露出了惊恐的眼神 最大的孩子让几人先走 自己去救弟弟 下一秒几只疯狗便寻着气尾追了出来 哥哥捂着弟弟的嘴完全不敢吭声 另一面逃跑了三人熟练的翻过铁网 但其中几个孩子就不小心踩到了不受家 另外的两人顾不了那么多 他们奔上公路对着时来的汽车不停挥手求助 可这辆汽车竟朝着孩子们直接撞了过来 就这样代号24的男孩当场死亡 紧接着两个带着鸭舌帽的男人下了车 带走男孩并将24号的尸体扔在地上 鲜血顺着地板的缝隙流了下去 此时之前的兄弟二人正躲在地板的下方 他们不敢发出声音 任凭同伴的鲜血滴在自己的脸上 来人吹着口哨将手电筒对准地板的缝隙 两个孩子还是没能逃出他们的追捕 男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大脸 此人便是20年后死了女儿的那个父亲白老板 而当初的那个男孩已经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出现在了庭审现场 作为检查 承俊有冲突的理由来指证嫌疑人 根据爆料 正满车有四人大嘴的前科 承俊来到信息提供的宾馆 果然找到了受害者本人 当女人摘下口罩的那一刻 脸上的伤痕和死者 如出一辙 触目惊心的画面 让在场的每个观众都不忍直视 郑满春暴跳如雷 他说这是柳成俊为自己施下的圈套 九名陪审人的八位 一致赞同郑满春是杀人凶手 唯独八号始终拿不定主意 他认为案件还有很多疑点 可中压之下 女孩只能选择妥协 就这样结果公布 陪审团一致通过 郑满春被判处无期徒刑 气急败坏的被告 狗急跳墙 用笔戳胜一旁的律师 随后冲向审判庭 准备对法官痛下插手 关键时刻 成俊冲了过来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临走前 郑满春向陪审团放出狠话 加上了九个人 一个也活不了 晚上回到家里 一向沉默的哥哥 突然质问弟弟 白志恩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成俊的头皮一阵发麻 直到现在 哥哥依旧不相信自己的弟弟 案子结束后 陪审团选择一起聚餐 他们按照编号顺序 做起了自我介绍 注意 他们的身份很关键 一号是退休会长 二号是电台导演 三号是普通职员 四号是职业神婆 五号没有参与 六号是餐厅老板 七号是出租车司机 八号是政府社工 九号是主播网红 九席过半 神秘的五号终于身上来迟 他看到九号在用手机直播拍照 立马出账前去 夺下了对方的手机 看来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就在几人推队换战的时候 压送车马出了车里 这个危险的人物再次获得自由 这一次他要复仇